大家好 我是中医劳嘛 民间呢 有一言语 就说什么呢 说头疼啊 不是病 疼起来呢 可真要命 那么临床上头痛这个病呢 确实呢 特别的难受 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的头胀 头痛 有的呢 头痛在颠顶 有的呢 在后脑 有的呢 是在前额 有的呢 是在我们的头两边 我们中医啊 的医圣东汉末期的张仲景 根据六经而采出我们人体的头痛的分经 当头痛啊 在两侧的时候 为少阳头痛 头痛呢 在颠顶的时候呢 为绝阴头痛 而头痛呢 在前额的时候呢 为我们的阳明头痛 而头痛在后脑的时候呢 是我们太阳精 为太阳头痛 现在临床上 由于大家的工作压力呢 比较大 工作节奏呢 也比较快 而经常会出现一些 肝气郁节 肝于化热 而连接胆热 出现偏头痛的症状 那么经常的头痛 往后到医院呢 一座脑部采钞 或经脑多普勒 我们一看呢 出现了我们的脑血管经轮 脑血管扩张 这样呢 就出现了我们偏头痛 那么临床上 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偏头痛呢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偏头痛的病例 这个患者呢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呢 偏头痛 也是我们在这些医院呢 都去了很长时间了 就给他开一些止痛药 有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记住 这个头痛啊 不要盲目的去解决 如果呢 我们头痛是占卫性病变呢 我们头痛解决了 但是呢 我们不疼了 我们是不是就放下了呢 另一个我们头痛又出现出血的头痛呢 我们不去密切的关注他 我们出血量多了 是不是就会造成我们中风呢 有的是我们的头痛呢 卢内亚升高 高血压头痛 我们不去量血压 我们只把头痛解决了 那么也会造成我们的出血 所以说头痛呢 我们一定记住找到他的本源 这个朋友呢 他从西医呢 都给他检查了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脑穴管痉软 而用了很多止痛药呢 疗效也不明显 通过他来到我的医馆 就跟我说了 你给我开点方子吧 看看怎么样 那么我就给他开了10天的中药 这个患者的头痛呢 这个朋友呢 就解决了 而且呢 近三个月来 一直没有犯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中医治病 抓病机 找病根 这样呢 通过病机的调解 他的头痛呢 就得到了缓解 其实啊 我这个朋友呢 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 一定呢 出现了肝胆热剩的情况 而邵阳胆经的疼痛 一定是在头的两侧 中医有一句话 叫斜重于脑 是木系疾 木系疾以后呢 也会引起我们的没冷骨疼 所以说 我们怎么来解决 他这个症状呢 他来的时候呢 一摸他的脉呢 是咸的啊 咸代表了一定是肝胆经 稍微有点硕 代表了有热 蛇 微虎 同时呢 出现了胎薄 微腻 那么我就给他采用了一个方子 微腻呢 说稍微有点谈 我就给他采用了小柴壶汤的积方 我给他用药的方案呢 是这种方案啊 用小柴壶汤的柴壶15克 黄芹15克 同时加了他的圆方 因为他平时呢 他有热 同时又给他加了我们的天麻 天麻呢 中医我们的李东元有一句话 说眼黑头悬 非天麻不能除 说天麻呢 他调唱人体的气机 同时呢 调唱气机的升降 所以说用天麻呢 来解除眼黑头悬的症状 也有散经解除我们头痛的症状 同时呢 加上我们的勺药 要配上致肝草三比一 勺药肝草糖 酸肝化阴 补足阴血 那么呢 我们的阴血得补 我们的疼痛的症状呢 就能缓解 同时加上我们一味穿胸 穿胸呢 既作为引经药 作为胆经的引经药 同时呢 也止头痛 因为呢 他行气活血 一定是气血通畅 那么我们不通的症状呢 所引起的头痛呢 就得以缓解 所以说我们偏头痛呢 多用一些穿胸 因为我这个朋友啊 没给他用一味药 如果我们在座的其他的朋友 如果你的脸呢 在头痛的时候呢 还有跳动 我们加姜残 如果呢 没有跳动 我们又不要加姜残 如果头痛特别肾的情况下 我们加点全蝎 这个朋友呢 因为头痛呢 也不是太重 也没有这个跳动 就没给他加 这个全蝎和姜残 这个朋友呢 用了大约十天 症状就好 所以说呢 症状呢 好了以后呢 我就给他说 做事啊 不要太急 急 钱也不是一天挣的 大杀也不是一天见 我们就平和点 你以后呢 也就不会犯 所以说呢 中医治病呢 一个呢 就是调节我们的病因病激 另一个呢 就是调唱我们的情质 饮食和起居 唱情质 节饮食 肾起居 养成良好的 生存习惯 我们人体呢 就很少得病 这个患者的病例呢 就给大家分享在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